回去啊有时间的话 如果你想要精进的话 请你把网路上面所有的新闻的网站 通通呢去试着把他的热门新闻标题给抓下来 然后呢有点像练功 刚开始呢建议啊 就是说呢 可以不断去尝试 然后去看人家的 我的城市到底怎么对应 然后也许大家刚开始会抓不到 不过没关系 你就是透过不断的练习 最后的话呢 可以只要看到什么网页 就可以很快的把它抓下来 那那个时候的话 当然你的label就不同了 而且如果你这些都可以克服的话 甚至真的可以把它包装成一个商业模式嘛 提供一些service 这也是一个方向 所以之前也有同学问我说 他之前想要创业 他想要把他所学的东西 开个工作室来赚钱 他问我说哦不OK 当然可以这样做没错啦 可是背后可能还是需要做蛮多的事情 比如说人家为什么要找你 OK 那你怎么让人家知道 还有呢你有什么方式 当然除了说你有好东西之外 你还要懂得行销 OK 所以第一个啦 你可能要自己有自己的通 有自己的平台 至少啦你总要有个门面吧 对不对 至少你要让人家Google的到你吧 比如Google网路爬虫 达人好了 你可以在这个关键字里面排在第一个的话 对不对 那你至少被看到了 OK 有没有 比如说你Google什么关键字 就可以找到你 再怎么样你机会比别人多吧 对啊如果不是的话 那当然你就任何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让人家可以查的Google的到你 OK那你就要做点事情哦 OK哦 比如说为什么人家可以找不到我 对不对 再怎么样啦 第一个网路是看量的啦 量多的话 其次就是值啦 先有量 再把值做出来 自然而然你的排序就会越来越前面了 为什么排序在前面 到底很简单 第一个 人家看到你的东西的时候 会停留的时间比较久 第二个的话呢 停留之外呢 他还会分享 第三个的话 他还会再继续回来 第四个的话 他还会继续看你的其他东西 其他连结 其他文章 有没有 那你这样就成功了嘛 成功一半 如果不是的话 那当然你说真的 有什么机会 对啊 所以特别注意啦 也许你可以做一点 怎么讲 让人家看到的东西 那我之前做什么 我会写一些部落格文章嘛 我会拍一些影片嘛 对不对 至少我有东西嘛 对不对 反正让人家知道我了 OK 剩下来应该就比较不会是问题了 所以哦 呃 现在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人哦 还是比较不喜欢被主动行销 比如我这样 比如你打电话说 哎 可能银行打电话来说 那个先生你要不要借钱 那你会觉得很反感 对吧 可能像我的以前还会 跟他讲几句 现在我都直接挂掉 我觉得他被 我会觉得被打扰了 OK哦 可是如果说今天我是主动 我想要借钱 可能我要在网路上google什么 借钱两个字 对那也许我 可能我自己主动上门的吧 那就没有什么话好讲的 所以现在人比较喜欢什么 被动行销 OK 那你要思考说人家怎么找到一些讯息 如果你可以这样在行销 慢慢人家找到你说 可能慢慢机会就比别人多啦 但是需要下一点工夫是真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范例三部分 范例 第三个范例就是 edit the day这个 他会有个问题 他没有class 他有a但是没有class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要另外一个方法完成 那这地方的话 第一个edit the day 点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看一下 这个广告把它关闭一下 那里面的话 你会发现 这边有六门新闻 这边这些东西 有没有 OK 然后如果说我今天一样 我需要抓到他这个标题 然后抓到他的超连结的话 该怎么做 首先的话 第一个 一样这个连结 把它拿过来 那我们做法大概 大概跟各位说一下 一 我们一样 前面部分都一样 get的话 把这个edit the day的网址给他 然后第一 透过呢 beautifulSoup 把这个 原始码丢给他 用html的parse 帮我得到一个 这个所谓的beautifulSoup的一个物件 那这个物件的话呢 两个方法 最重要 一个是用find 一个是用findall 那这个道理有点像那个之前的档案物件 有没有 档案物件read the light 是读一行 那read the light 时呢 是读全部的行 读到一个串 read the light 是读到一个字串 有没有 那read the light 时的话是读到一个串列 那这个道理是差不多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edit the day 如果我要抓的东西呢 当然第一个我要分析他 怎么分析呢 按右键 检查 所以哦 特别注意慢慢都要习惯哦 利用这个功能 那我把它放到下面了 这样看比较清楚 不过呢 各位可以看到哦 他的资料在哪里 他其实没有test 你会发现哦 他的这个标题哦 是放在title里面 他不是放在test里面 有没有 你会发现哦 之前面的那个 Yahoo呢 他不是 放在像这个 他是另外有没有 test的位置哦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我要抓这个里面的资料的话 我就用get get刮户里面的话用 有没有 前面那个名称 叫做title 这个时候才能抓得到 第一个 第二个话呢 我要抓什么 抓他的HREF在这里 OK 这个这个HREF OK哦 然后呢 前面的话呢 你会发现有个A 哎 没错 但是你会发现呢 这里面哦 A的这个 小于到 结束 这个是结束的A 有没有 这一段里面 你会把它少了一个属性 叫做class 哎 有没有 刚刚的话呢 我们在Yahoo里面有class 可是这边没有class 那怎么办 所以跟各位讲哦 以后如果你遇到有class 那你就抓 比较简单 可是呢 如果没有class的话 那我们就要用 第二个方法 什么方法 首先的话哦 各位有没有发现 再把它往上一层 其实它上面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是I 这个好像没什么用 所以我的习惯是在往上一层 H3 所以它在包在H3里面 所以其实你也可以抓H3啦 只是说呢 一般习惯哦 上面还有一个DIV DIV的话呢 有点像一个板块 也就是说我们通常哦 我的习惯哦 你会发现DIV里面有class 有没有 那class名称的话叫Tesl 哎 所以哦 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class等于 看一下这class如果这class 或者是class上面还有一个class等于bug2 所以如果我今天假设有点像这样 它其实这个所谓的bug2在哪里 没关系哦 bug2哦 我把它往下 或者我干脆duck到右边哦 这样看应该会比较清楚 如果我把游标放在这里 你会发现 哎 bug bug2 2的话其实指的就这个区块 那如果说呢 其实它其实有很多个 很多的bug 那我可以吗 我可以先什么 先find 把这一个DIV先抓到 抓到之后的话呢 再去抓这里面的这个 好 所以特别注意哦 我第一步做什么呢 第一步哦 我就先find 特别注意哦 find的话呢 我是抓这个 这个名称 或者是说呢 我看一下这边再往上一层 这整个 这很讨厌的东西 广告有没有 再把它关掉一下 好 那这个东西的话呢 它在哪一层 这边可以看 这边 它基本上就整个啦 意思说我如果要抓那个板块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 一整个板块呢 往上抓 往上再找一下 DIV 这个板块 往上 往上 这个 我抓这个 也就是我要抓整个好了 这个也可以啦 其实你们也可以试试看 这个板块 或者是这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跟这个结果应该是一样的 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要抓 先帮我把这一块资料 先切出来 意思就是原始码的这一块 其他我不要了 诶 那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原来的资料 大概就这么 原来如果我抓全部的话 非常多 可是如果我现在呢 只抓到什么 只要那一串的话 那特别注意哦 这个KS我只要一个哦 我不会有第二个的话 那我可以用Find 特别注意哦 Find的话 只要找到那一个区块的意思 那把那个区块里面的程式码 帮我抓回来 所以你会发现到把它Print Print 这个区块里面东西的话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东西 它就只剩下那个区块 哪一个区块 你会发现DIV 就这一个 其实我的习惯 会配合什么 配合那个NordPay++贴上 其实就这一块 你会发现哦 就这一块了 也就是说这个DIV有没有 到哪一个呢 到这个底下结束DIV 就这个区块 那我要的东西在哪里 刚好就在这个里面 这边的话有一个 这里面的东西 那我要这个区块里面的AE部分 A在这里 那这有些有class 有些没有class 所以这个有video 有video的话才有class 没有video好像就没有class 不管哦 反正我们 再来就要抓到这个A 所有里面的A哦 所以我再去用Find O 抓什么呢 抓A就好了 后面不用给它class名称 所以我后面的步骤哦 就是再把什么 再把这个东西 丢给什么呢 第二层 第二个那个 这个地方我把它关闭一下 OK 把它打开一下 再来的话呢 我就利用Find O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Find O的话 意思就是说 帮我找什么 找SP2 就是找刚刚那个区块里面的所有超连结 因为所有超连结有些有class 有些没有 反正你就帮我找到就对了 找到之后的话呢 得到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哦 它就会是指示那一块东西 而且会丢到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把它print print SP3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得到的结果 就会是这个 刚刚的这些东西吧 包含就是说呢 它里面有没有 它的 它放在那个title里面 然后它的超连结的话 就放在什么 放在HREF 所以如果我要把这些东西 一个一个抓出来 这个我再把它全选 其实你可以 在哪边 在那个Northway++里面看会比较清楚 我把它折 其实它这个 一个 串列 然后这个是第一个资料 第一个资料的话呢 基本上 就是到哪里呢 到这边 到这里 头跟尾 就这一个 那第二个资料的话 这头 头的话一定是 小于A 然后结束的话一定是 小于斜线A 大于 有没有 所以这个是 它的头在这里 就这一段 那尾巴在哪里 尾巴在这里 如果将来test一定是写在这里 如果以后 假设这里面有放东西的话 那这个就是属于test 不过因为它不是放test里面 它是放哪里 放在title里面 所以我们如果要抓title的话 那刚刚有讲过 就用什么 用那个 看看title OK 那另外的话呢 超连接就HREF 所以我要抓的话呢 我就想在底下 针对什么呢 这个SP3 做什么呢 把它for i in range 或者是说呢 你可以把它for each 把它通通把它抓到 不过我看一下 我好像避开第一个 为什么避开第一个 第一个里面 是不是有重复的东西 那样子 好像第一个跟第二个好像重复了 所以我好像特别要避开第一个 所以我就for i in range 然后第0的部分 从0跟1一样 所以我就抓第一个 然后把这里面的一个一个 帮我抓出来 做print 那我们来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的部分 那这个地方也有点像 如果我说它里面没有class 那我们可以 先把那个区块先框起来 再找到里面所有超连接的title 跟HREF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再还给各位 可能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同学对于那个网页 分析可能 也许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回去的话有时间 尽量多使用那个Chrome浏览器里面 按右键 检查功能 然后记得 慢慢要熟悉 右边的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对于 那个右边这些东西 假如说呢 还是 有很多的问号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找一本什么 这个HTML的 交 这些相关简 也不用太困难的 书籍 拿来当有点像字典一样 可以 把它做查阅 那基本上 以后 你看得懂 右边的这些HTML标准 将来如果你要抓 这个 这个里面的东西的话 那相对会比较简单一些些 因为你看得懂 上面 我要的东西在哪里 那我就把 我要的那个东西 再get回来 这样就大功告成 所以回去的话 试试看 除了Yahoo! 新闻网 跟 ET Today 新闻网之外 其实 在 网站上面 一堆的新闻网 甚至还有国外的新闻网 你们都可以 拿来尝试看看 如果每个网站上面的标题 你都可以快速的把它抓下来的话 并且 也可以练习把它塞到资料库里面吧 比如说这是哪一天的新闻 这是哪一天的新闻 这是哪一家的新闻 甚至可以有一个历史的资料 OK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像有些那个大数据分析里面 有些渔情的分析 比如说选情快到了 对吧 高雄又要在选 那 你可以再做一些渔情分析的话 媒体是一个 PTT是一个 DECart等等的 也许可以通通把它抓过来 你慢慢分析 也许你就可以比较清楚 大概可以判断出 到底哪一个候选人 当选的机会会比较高一些 OK 试一下